欢迎回来 这个是1.21.2的愈发布4 这一次呢 首先是在游戏机制方面 把之前版本建的这个落点 过低的bug给修复了 然后在升级到愈发布3的时候啊 箱子之类的实体方块会变成透明的 然后这种透明的实体方块 你给它打开之后 里面存着的所有物品都会消失的bug 也给修复了 这次还修复了 从粘一块侧面往下滑的时候 速度过慢的 用后界面方面 在一些用完之后 会有冷却的这个显示效果的物品 在成组的时候 它的这个冷却的 从上往下滑的这个滤镜 会显示在你的物品的详细说明的 这个弹窗上面 这个bug也给修复了 在合成某些物品的时候 会导致合成书里面的方块 这一栏完全消失的bug 现在也给修复了 视觉效果方面 把一个带有旗帜标记文本的地图 放在物品展示框里面之后 隔着方块也能看到地图上的文本 这样的bug现在给修复了 在上个版本里面修复了一个bug 就是说很多东西在左右手拿着的时候 它的显示效果并不一致 会有旋转 他们把这个bug修完之后导致了像中指南针这一类的东西 反而被错误的旋转 使他们在副手的时候指向不正确 这个bug现在给修复了 青霜的个头在上个版本里面比之前更低了 现在又改回了老版本的个头 好了 这一次基本上就这些内容 咱们下次再见